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继续带来你看 史上最强大魔王转身为村民A 老规矩没看过上期的 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观看 底下说明栏也有全系列的连接 没看过的先去看 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边男主和同学们正在前往校外教学的路上 男主和两后宫在车上打牌 原本还玩得挺开心的 吉尼也在享受着他的十连败 就在这时时间停了下来 只有男主三人能正常移动 突然三人开始往下降 来到一个白色的空间 一个之称是神的少年出现在三人面前 所知世界是无数的 过去与未来会反复轮回 过去的时间无法再复返 然而有一个人却企图推翻此定律 神给男主一行人的任务就是消灭此人 神给他们的线索是 三人在与魔王见面后将会大大震撼他们的世界 一转眼三人就回到了现实 他们抬起头竟发现天上挂着两颗月亮 只有男主非常清楚状况 因为现在只有一颗月亮 而月亮原本有两颗 因为以前发生的某个事情造成月亮只剩下一颗 由此可见他们被神丢到了古代世界 而此时此刻他们所占着的土地 正是男主身前所治理的国家 男主推测只有杀掉神所说的任务目标才能回去 但对于任务目标 男主现在是完全没有头绪 但是神刚刚有说到魔王 估计是见到魔王事情才会有所进展 就在这时旁边一只兽儿娘被一巨大的鞋子追赶 眼看少女就要没了 男主一个技能就把鞋子给烧没了 赶到的奥利维亚占好男主的实力 接着奥利维亚释放出维亚 两妹子硬身倒下 唯有男主不为所动的站着 见状奥利维亚把男主一行人带到了城里 并希望男主能加入军队 说是自外星人来到地球之后 创造出了魔族开始与人类交战 而左右此战局的 正是他们的王瓦尔瓦德斯 开发出的人类用魔法 见男主对魔法相当熟练 而且不涌畅就有如此破坏力 势必能成为军队的一大助力 而且反过来说的话 像男主这种相当牛逼的人物 肯定不能让他在外面乱跑 男主开出条件 一是让两后宫一起入队 二是让他们加入维达的直属部队 听到第二个条件奥利维亚就头痛了 维达的军队几乎都是学者或者研究人员 主要任务就是医疗和后勤 是最为安全的一支队伍 没办法奥利维亚只能答应下来 三人来到了维达的基地 很快惊人的场景在三人眼前惊现 维达从残骸中冒出 两后宫人都吓傻了 这玩意儿跟维达的形象根本完全不一样 维达一眼就看出男主一行人不简单了 男主直接表明他们来自未来 听完维达相当兴奋 并表示会庇护他们到回到原本的时代为止 这是这个时代的喜尔菲破门而入 后面跟着的是勇者利迪亚 男主在见故人心情是相当的复杂 下一秒利迪亚抓住维达一领 说是人手不足 于是乎维达直接把男主三人送进了利迪亚队伍 利迪亚转头一看就乐了 说是要把吉尼请回屋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便开始对吉尼动手动脚 男主看不下去了强行把两人分开 利迪亚不开心了 抓住男主一领说是要单挑 男主欣然答应 毕竟是久违的了和老故人对战了 只见两人实力相当 利迪亚只能玩鹰的 抓了一把沙子往男主脸上杀去 紧接着一个下构拳把男主打飞 男主可乐了 毕竟老俗人还是原来的样子丝毫未变 就这样两人战到了黄昏 利迪亚认可了男主 让男主带着后宫到后方支援 并且利迪亚还看出了男主等人可能有所苦衷 不然也不会躲到伟大的后勤部队 利迪亚明确表明他需要男主 男主也答应了下来 毕竟活跃在浅线是唯一能尽快见到魔王的方法 好了以上就是时尚最强大魔王 转身为村民A第九集的内容 下期我会直接带大家看完十到十二集的内容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欢迎留言在下方讨论 别忘了关注我收看更多精彩故事 我是阿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